首先言射拉时代里欢迎收看由绿元电动车冠民播出的说是哪里我是老鸡 这一说起我爸是李刚这句话 我想大家伙自然就会想起今年10月16号发生在河北的李启明交通肇事案 这起车祸造成了一死一伤的悲剧 这谁也没想到啊 就在这起车祸发生之后的第四天 也就是11月20号 在陕西省西安市 一名大街深开车再次酿成了一死两伤的惨剧 跟河北交通事故不同的是 西安这名大街深在现场都没有喊出我爹是谁约谁来 不过呢态度要更加的嚣张更加残忍 而且呢从一个肇事者后来电动的杀人凶手 杀人手段非常残忍令人震惊 照片中这个女子就是在10月20号的车祸中一世狼死 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局新龙下 他不是因为在车祸中受伤致死 而是被肇事者撞了之后 又连扒刀后死 一天前 在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局 说是哪里南部的记者见到了受害人张妙的证 王辉今年30号 这位结实的西北汉子 此刻却躺在病棚上 连翻一下身都非常的困难 急着急着急着 王辉刚刚做了急性蓝尾炎手术 自从妻子徒早不幸后 他几乎每天都不吃饭 最后身体失手 时间已经过去了一个多月了 但是王辉至今还不能归后妻子被害的事实 他现在怎么去 那他那里一片了 我去的水道 送他 一提起妻子的死来 王辉就是特别气愤和激动啊 那他妻子究竟是怎么遇害的呢 这事呢 还得从这个张妙出事那天说起 今年10月21号凌晨三点呢 张妙的父亲张平显 忽然呢 有一阵激烈的敲门声就吵醒了 打开门之后呢 来人告诉他 说他女儿在晚上回下的路上发生了意外 一听这个呢 这张妙的父亲赶紧就到了这个出事地间 这时候却看到 他的女儿张妙已经死亡了 当时呢 看到情况是死了 女儿在家里疼 几个小时前 人还是好好的 怎么会突然死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呢 一听见过县长勘察 发现死者张妙的死因 在死者的身上除了有壮伤外 还有扒出的刀伤 又是扯活 又是刀伤 警方从现场突断 死者的死亡时间 应该是在铺垫满 而这个时候 这一路段 很少有人进入 这张夫妙的军机年纪 而被军机 但都没有太在意 反正我缺乏青年人上江郊 因为这路上有高派小 又走一学生 又青年 我们就青年学生 那路在这 当然又是发现江郊 你没有注意 再知道我生年 哪个人流出来 要看你 张妙纪念26岁 2006年与同乡的晚会结婚 婚后生了一个男孩 出事前 张妙在一所大学的校区里 做小买卖 帮着堂哥买麻辣烫 警方叫出了事发当晚的监控录像 从录像上看 张妙是10月20号晚上10点56分 骑车离开学校 出了学校大门不久 就在回家路上发生了疫苗 警方经过戏纸摸牌 终于查明了真相 10月22号 犯罪嫌人 耀嘉欣被抓获 耀嘉欣21岁 加入西安日清 是西安音乐学院 大三的学生 跟张妙并不认识 那么这位大学生 为什么要对一个 复权离的女子下车离 耀嘉欣招战 事发当晚的10点 他驾驶着一辆克罗米 西北大学看到自己的女子 在返回的途中 行驶到长安区汉林路中段时 将下班起车 同向行驶的张妙撞到在路上 当时耀嘉欣下车离 看到设计上的张妙正在寄付 以拿出随身携带的水果刀 将张妙撕了吧 事发当晚 耀嘉欣并没有研究 而此时的他 也从最初的交通肇事 变成了故意杀人 停通之后 他驾车疯狂的逃离了现场 由于紧张慌乱 刚跑出没几公里 再次将路边散布的两个行人撞到 这位小伙子 就是被耀嘉欣撞到的两人之一 把我朋友撞到从多而上 撞到多而下 去撞到人家庭上面 我就撞到 两个人就各非而散 撞飞了 全部撞飞了 在前后几分钟的时间里 耀嘉欣就制造了两起严重的交通事故 和一起恶性故意杀人的案件 撞到两个行人之后 耀嘉欣并命 而是继续选择逃跑 不过这一次 他拼命 下后有一位附近的村民路过 目睹了车祸的全部过程 村民奋力地拦住准备逃跑的严嘉欣 我在这边随便帮我的脚离一生以后 确实确实把他跑进去 我赶快跑出 当我车祸到交通分局跑 我随便就分过过去 踩不来个车 四季的两口 这个时候把这个方向盘 我还把你 在方向盘帮我那个 牛逼到我往路上 你找着方向盘 还在跑吗 那还跑吗 牛都给警察看 牛是这个手 牛逼得给我往下 不是都 逼到我往道远来 可是因为村民 死死抓住了方向盘 不放 最后耀家欣 无奈地只好行下去 说起这位名叫段乖良的村民 那的确是好样的 想一想 如果他不是 拼命地抓着 肇事者的方向盘的话 那我想这个 耀家欣肯定是跑了 如果跑了的话 那要想找到他 还真不是件容易事 这段乖良子 拼了命地拦住了 企图逃跑的耀家欣 耀家欣呢 他没办法把车停下来了 不过这态度啊 却还非常的蛮横 自己问我这个干啥子 不是你这个干啥子 我那些业操 他到了现在 走一家英 而要是不从家 在这儿扮着大树 我们打一二年了 要么现在去建立 车帮我们拉走 还有什么 我们 他说我现在什么 确实没有 我把你这儿 是因为冻下 万一 没什么病 都是什么更不好 你没帮啊 都是我们自己帮的 随乎警方赶到现场 把受伤的石鹏 和他的朋友送进了医院 我现在进入拉伤 我的朋友 我阿嬷 他也是当是当户民的 然后到医院 成就了两个小时 才醒过来 这个药家欣撞伤的这两个人呢 受伤的情况也挺严重的 这药家欣在杀了张妙之后 心情是非常的紧张和慌乱 在逃跑过程中 这虽然路上有路灯 但是他竟然连路边走路的两个大活人都没注意到 你想想多可怕吧 假如我说这事发生在白天或者是黄坤时候 路上新人更多的话 那这时候可能后我就看见 但是药家欣在面对警方询问的时候 却只承认后面这几车祸是他造成的 没有交代前面杀害张妙的犯罪事实 不久之后他的父母呢也赶到了医院 他的同学过去 在医院去 那现在主要嘛 交了 最后是一个人交了四千块 最后他们交完钱也就没见人了 再也没见人 因为药家欣没有交代几次行杀害 警方也并不知晓得这是一切 只是把这几车祸当成了普通的交通室来 药家欣随后 车祸发生两天后 10月22号 专案服的警警再次找到药家欣 面对警方的情况 药家欣仍然没有顾问 放车之后迟到杀鸣法 10月23号 药家欣终于交代了几次行杀害张妙 张妙的犯罪事实 全部三道 口碑要口碑是要道 其他的道尾都没在警卫部 都得到药家欣导里 了解到案件的真相之后 张妙的丈夫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正的 因为在出事的头一天 妻子还给他打过电话 我就等卖麻辣烫更够了钱 要给他买一件洗衣 他死了一天 残死在了凶手的葡萄之下 而杀人的凶手 竟然是一个在校的大学生 我现在在校的小学 那都要天天帮个 背货为啥娘娘的 为二十个娘学是背上的 还握头把我生母上说一声 我们去教着把人得到的 你一看 搜一下货 怎么就要远离到的 这么生母的大学生都修 高等教育机 不必去开玩意 兴起太懒惊 不许到他妈他爸 大教育孩子 撞了人之后 不停下来赶紧想办法救助 而是想着逃跑 这交通肇事逃逸 本来就够可恨 这罪行已经够严重的了 没想到啊 这个大学生把人撞了之后 竟然下车 照着受害者是连捅了八刀啊 我们很难理解 这是一个受过高等教育 大学生所做的事 那为什么撞了人 不赶紧送医院 而是要残忍的杀人灭口呢 我们听听他是怎么解释的 真是混账逻辑 张佑的家人在 请到这样的说法之后 感到非常的气愤 穿这一护士 吃羊肢肠大体 吃肛肠大体 农民最后说话也就农民 今年十月 西安市公安局长安峰 想受害人张佑的家人 下发了死亡确认书 和居民死亡 其中在死亡确认心意栏里 张佑的死因写的是 失血性羞克死亡 光是复写国度 那么 野萨斯复写国度 还是 石火复写国度 还是 岛上复写国度 这一碰碰研研研 对不对 那么多负金 后来还让法医 写一份男的死 他拿出了这两次 张妙死去 西 又有钱 智主部外 上墙 尽快破裂 大出血死亡 刀上 破到贤装 出血过度 斗去死亡 也许这样一张 再领到了居民 不久之后 西安市长安区 郭渡派出所 又向张妙的家人 转交了一万五十人 说是要加薪的父母 给的安葬费 在张妙的家人看来 这一万五十块钱 对他们的是一种侮辱 难道说 他们其实不把张妙下葬 就是为了这么点钱吗 说话说 入土为安 你说张妙的家人 何尝不想早点 把自己的亲人给安葬了呢 可是他们觉得 这样子草率的处理了 那对死者来说 是永不瞑目的 在他们看来 耀家心做了这么 伤心害理的事 你说他的父母 怎么也应该出来 道个线吧 这无论如何对死者和家人 也算是一种安慰吧 我觉得他们的八连面都不见了 他整法的感觉 耀家心的父母 迟迟不露面 再加上案件发生 一个多月才公开进行的报道 这一时间就引起 社会的种种猜测了 有人说 单凭这两点 就说明这耀家的背景 不一般呢 这耀家心 比些年说 我爸是李刚的李启明 要更残忍 行为更让人震惊 那么他不是官二代 就是富二代 否则的话 这次他不会压这么久 才爆出来啊 那么耀家心 到底有什么背景 他为什么会从一个大学生 变成一个杀人犯 他真正的家庭背景 究竟是什么样呢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说是哪里 稍后未进行 黄又回来 咱接着说是哪里 前面说 今年十月二十号的晚上 西安音乐学院 大三学生 耀家心 是开车撞人之后啊 当看到这个受害人 在寄他的车班号时 这人竟然拿着刀子 向受害人连捅了八刀 造成受害人士 当场死亡 而这几案件发生 一个多月之后 才被公开出来 同时这犯罪嫌人 耀家心的父母 在出着之后 也是群实没露面 带着这起案件的诸多疑问 说是哪里 栏目记者首先来到 西安市公安局 长安分局 郭渡派主所了解情况 当初那一万五千块钱的 丧葬费 就是由该派主所赚交的 那么耀家心的父母 对此事的处理 究竟是一种什么态度呢 急着随后又来到了 西安市公安局长安分局 在这里得到的是 这样的答复 长安分局的公众人員 目前案件已经移交给了检察院 他们不便透露案件的详细 我无法安排对耀家心的采访 不过从警方提供的 一个情况介绍来看 犯罪嫌人是10月23号 被警察拘留了 11月25号被检察院批准带住 那么生活中 耀家心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是什么让他从一个肇事者 变成了杀人凶手呢 今年10月27号 就在耀家心车祸杀人事件 被媒体披露后 有关耀家心的各种猜测 是铺层盖地的 尤其他的家庭背景 引起人们的关注和猜测 很多人说他不是官二代 就是富二代 要不然怎么会有这么大的胆子呢 11月29号 一个自称是耀家心小学同学人 在一家房站在微博里 鼓励大家不要再上海耀家心 因为耀家心 他是一个好孩子 他也不是富二代 他说耀家心同意和自己是一般的 在班里是公认的好家庭 他也不明白耀家心怎么会杀人 记者试图联系耀家心的这位同学进行采访 但最终他却没有站出来 那么耀家心的这位同学所说的是否所持呢 记者来到耀家心曾经学习过的 华山小学和华山工学进行授识 但校方说已经时间太短了 他们已经记不起这个学生了 如果说中小学的老师因为时间太长 不记得这个学生的话 那么正在上大学的耀家心 在大学里的表现又如何呢 走进西安音乐学院的校园 记者发现 无论是学校里的老师还是同学 对于耀家心车祸之后杀人事件的反应 都非常的强烈 脑微想到他会做出那样的事 就是挺让人震惊的 这个人品问题 你说他没事 再把刀在身上干嘛 全校师生都感到特别的分别 能杀人 照光照射之后怎么能演 演变了之后去杀人 大家觉得是特别不肯一气 感觉到镇静 也感到不信 耀家心是西安音乐学院钢琴系大科学 学习比较好 那老师 我们了解的还没有发生的和明显的纠纷啊 从同学中也听到他和同学的关系 尽管他很内向 但是跟同学的关系处得还比较好 那这样看来 耀家心平时应该算得上一个安守本身 他为什么会变成了杀人犯 极端自私的这种心理在关键的时候就反映出来了 另外一个我自己也考虑 他之所以能下这个毒手狠手 那么可能给他先入为主的一种一些一些 舆论的一些一些印象 可能也是一种只是他的潜意识 潜意识就是说 所以我想认为你把人撞了 然后你要冲担一辈子责任 你把他撞伤了 你不如撞死 你把陪轻 大学还没有毕业 就有了自己家庭 这在音乐学院里并不多 这并不能说明 耀家心的家里条件 因为他还接着自己家庭 其实他的家庭呢 并不像外界所开除的那么好 那我想的顶中是一个像汤指甲 如果说家里真是官二代 书二代 那我自己觉得他不会带领读学生 我就一心做钢琴家 我一心去读圣贤书 为了正式解释的楼 记者飞进周泽 自己放了你叫亚新家 在这个小区 记者没有看到一栋高楼 照亮 大部分的楼看起来 已经有一二十年了 经过打听 记者找到了耀家心家 所在的区民楼 耀家心的家就住在我 走到他家的门 门铃按了半天 那么在邻居眼里 耀家心是一个怎样的词 出了事之后 大家又有什么看法呢 小邻居说这个 看来那边还是 平时还是比较准化的 这个就是平时 还可以出去 他如果是家里探紧 这事情谁也都不愿意 没想到这些 他们的邻居都说 后上都可以刻晓 这个小孩看 平时还可以 很可惜 很可惜 就是他说这四个 人家最可惜嘛 这话将来是 啥样子 这准备是买的 太厉害了 没网站上面长得真 遗憾在这 这准备是 不让他都不容易解放 邻居说 邀家心家的经济条件 一般他不清楚 对儿子管要不要 小的时候不听话 还终于被关进击达室 之前 邀家心刚拿到 驾到固旧 车也是起来的 他那是比较嫩 他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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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车 气势怎么样 然而在大家眼里 就是这样一个所谓的老实孩子 却做过这种放尽天良 令人震惊的事 这多少我想和家庭 教育应该有一定关系吧 而邀家心一个人的冲动和疯狂呢 使更多的人受到了难以弥补的伤痛啊 如今邀家心的父亲 儿子的家庭 儿子的房子 显隐的 四年前结婚时的大股喜乐 还依然天使 自在不一间房子 正在不一间房子 对人家庭 在家庭 张淼的儿子 还不知道妈妈 你晓得吗 他妈 怎么不可怜 还等我他妈妈了 他还放酸飞着哭 一哭就妈妈妈妈妈 那是他妈的司机 妈妈的他妈 一跟他妈开门 他妈回来了 谁唱谁唱给他说 他妈妈 他连个小话都不 都牛蛋过话的 你要是一个 还把车去 这样的 但是他人家里 你能拿着 把人拿走 还是把人拿到 你才可怜 而更让私人家属难以选择 不是发到现在 要加息的父母连一句道歉的话也没说过 原来我可以原谅 现在一个孩子长到欧十几也不容易 给他几个都想住 我犯错 种种错误我可以理解 我可以原谅 像他妈他爸一家太多 跟我一家太多 我想这不可以原谅他 现在不原谅他 我想这就 你叫我回家法律 来解决解释 今年10月23号 西安市公安局查 您这名故意杀人罪 将药家进行 10月25号 药家金北西安市长安局的 警察院记得在受害人张淼的家人 律师 要为亲人的死靠个多吗 把这个张淼撞了的时候 那么这个时候是一个交通事故 看见受害人 借他的车牌号码的时候 那么这个时候他拿这个水果刀去捅 这个受害人的时候 这个构成另外一个刑法上的罪 其中叫做故意杀人罪 那么根据他这个情况呢 应该属于两个罪 数罪并罚 在我国刑法上是这样的规定 他可能面临10年以上有期徒刑 无期徒刑或者死刑 这一个词 然而就在12月7号 陕西西安却再次发出一笔大决生杀人 于害者也是一旦 而犯罪嫌人行中的理由 竟然是因为女友委约变 从12月6号去 陕西省教工委 省教育部 在全省大学深处 开展维系一致的法律法国学习 和思想道德教育 一要加心 大家所公认的一个好孩子 好学生 出了这事之后呢 很多人还为他感到惋惜 而他的双手呢 本来是应该弹钢琴的 或者是拿教鞭教学生的 可没想到啊 这双手在车祸撞人之后 竟然对被害人士连捅了八刀 而结束了一个鲜活的生命 做出这种伤天害理的事呢 真是让人难以理解 我们不定要问了 这究竟是怎么了 你说现在生活一天天好起来了 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的道德 认知水平和守法观念跟不上去呢 其实仔细分析一下呢 也不难看出啊 这和社会上一些人价值观的偏离 是有关系的 近年来 这为了逃脱法律制裁和经济赔偿责任 肇事逃逸 甚至是撞伤不如撞死的现象 是十有发生 这件事件起到了相当快的影响啊 你看了吗 都影响到大学校园里的大学生了 耀家军作案呢 是瞬间做出了选择和决定 但是在他事后 对作案动机的说明上 说是怕被农民给缠上了 那显然就是不想承担应该承担的责任啊 而这也不难看出来 平时思想道德水准低下和错误观念积累 造成了多么恶劣的后果 而在他掏出刀的那一刹那 他毁了别人 也毁了自己 这种财罪 担罪 不得意 这种财罪